这是啥熊我去 怎么还会灯火 这是魔化熊吧我去 欢迎收看小空的视频 喜欢的话就关注一波吧 好的大家好我是小方 今天的也就是回到未来模组生存实况的第二期 上期呢我们从远古的未来穿越到现在 本来是千辛万苦制作的时光机 但是回到现在之后呢 发现这个世界和我们之前的世界完全是不一样的 刚过来就被各式各样的怪物所袭击 所以我们需要调查一下 看一下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看到没有地下这么多的食人鱼都想吃我 然后我们的时光机这个穿梭车呢 现在是在这个位置被吃灰熊所守候 这样吧我们暂时先把它放在这里 我先探索来这个小岛 看起来这应该是一个不大的小岛 岛上探索完成之后呢 我可以到时候采用这个传送的模式 传送过来再说 所以我们在这边先建一个传送点 然后把它就关闭掉 后面如果找到比较适合安家的地方 我们可以传送过来把这个时光机开走的 好了那这里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去探索一下这个世界 看起来这是一个小岛 附近有大量的云山 然后我们和之前一样 就是说先打开这个任务栏看一下 我们上去的任务栏之前是在 就是未来嘛 已经是把时光机建好了 那第二个任务就比较长了 首先分为左上左右下三种 左边是生存 右边和下面是科技 我们就先看一下生存方面 第一步 已经找到了这个远古世界 所以它可以获得一个powerboard 应该是一个滑板 但是我现在包满了先不挤 之后从左边走的话 看起来它是需要项目 来获得蓝色混凝土集成 应该是让我们先去建一个家 包括这是各式各样的东西 下面和右边的话 就是要制作发电机 以及这个模块化和钉钉 那看起来应该是个高科技产品 我们现在先生存再说 这个岛上太危险了 先办法我们现在就打开包 把该村的存一存 我家里我东西简直是太快了 这些没有用的东西 我都先丢掉吧 反正包现在也是个问题 没有包现在什么事也干不了 然后我们先把第一个任务拿一下 就是这个 这个叫做一个滑板 好的 如果大家看过 回到未来的电影的话 应该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应该是可以踩在脚上飞行的 还是回到未来模组当中的一个东西 哦 哇 我可以飞行 我却这么厉害吗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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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空版拿到 现在有了浮空版之后 我可以去探索这个世界了 哇这个太强了 好的 我去 跟开了创造一样可以飞行 好那第一步我们先去探索这个小岛 同时看一下这个小岛上面 什么都打我 哇 这样我再也不怕被什么的安努比斯所追击了 他可以浮出地面两三米 然后可以进行飞行 好的好的好的 看起来这个位置好像是一片小岛 然后里面全是云山 但是我刚才飞行当中好像看到有一片 好像我 我看到好像有一个村庄 等一下 我先飞一下看一下 哦 这是什么东西 我有个奇怪的东西 树妖 诶 树妖是好人 这里有两只小小的树妖 那不行好运好运 我还是看到第三个村庄吧 好了好了 我先我找到一片平坦的地方再飞吧 这个地方飞太难了 这个环境板应该是可以跨过这一片丛林的 我觉得 我一般生存比较喜欢那种平原地 然后就是说 感觉非常的危险 一到天黑之后呢 视野非常的不开阔 我根本不知道这里到底会有些什么东西 而且我觉得要去 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肉 这是啥玩意儿 我拿到了好多生羊肉 我一下雨好好卡呀 为什么 什么东西 狼 我去野狗 散 我休息 这下雨 我特别讨厌这种下雨阴雨天气 第一步我要先找到一片平原 这样吧 还是把这个放上去 好 我们直接走 看到没有 他可以 他可以直接跨越这个 是什么 米诺头 果然我十人一过来了 先走先走 他可以跨越整个大海 女巫 我什么鬼东西啊 好的好的好的 我先 我先找到一片 这里看起来不错 好 先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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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 我要找到 这 为什么是一片 头瓦 我去 有没有正常点的草原 让我去探 让我去杀一下 这么高吗 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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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下来 然后把这个放在手上 看起来天黑了 然后拿出之前 可能说 小鹏你的胶囊呢 在这里 这个旅行胶囊呢 给大家看一下 是非常好运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在这 随时随地建家 看到没有 我的家又再次出现 天要黑了 我这个夜晚 这个外面 还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所以我们先在家 我的胶囊呢 我胶囊就拿回来了 把门关上 然后看起来外面 非常的危险 我决定先休息一下 等到天亮再说 毕竟 这边是从正午开始 这里就有场了 又是新的一天 我们这边可以 再次外出探索了 然后可以把这个胶囊 把这个房间可以收起来 之前我开具 也是为了防止住 这个游戏当中 它本身是没有死亡不掉落 但是我感觉 我这里也是把死亡不掉落 开了一下 来 收起来 这个房间的 就可以收起来 我们就可以在外出探索了 好 现在又是新的一天 黄色烤瓦 这个地形好诡异 有没有草房块 有没有正常点的 像术 找到了 找到了 我们就是要 首先 根据它的要求 先要去挖32个项目 然后用来 去获得任务的下一步提示 因为它这个合成表 是根据作者任务来的 就是说 作者让你干什么 你去干什么比较好一些 当然也是由自己的自由度来发挥的 好啦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挖术时间 主要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僵尸白天会有 还穿着 我去 还能录方块 怎么办 奥扎比尔 史诗级的熊 有一千多地血 你这是在逗我嘛 血腥骑士 快点好漂亮 它有毒 我去 死 血腥骑士 不过如此 还掉了一个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熊大 一千多地鞋的熊大 我先走 我看 大哥你放火烧了 血腥教徒 我的天哪 先跑一步 先跑一步 不是我就想先建一个家 砍两棵树 我容易吗 就砍了一半的项目 就被这疯狂轰炸 熊大也过来追我了 这应该是史莱姆空的 先不急 先躲开 走 我会飞 哥会飞 来追我呀 有没有正常的草原 我第一步 按作者所说 就是第一步像安家 你不能这样的 这都是些啥 地形啊 有没有正常的平原 我的脸就真的这么黑吗 前面发现绿色 希望是一个正常的草原 我就想找到一个 有草原 有动物是吧 有小羊啊 小牛啊 够我们自给自足 可以吃的地方 怎么这么难 这是啥 有个村庄吗 好像不错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好像可以 黄色 头把个黄 这是啥啊 我能不能在这安家 这里面是啥 地下室啊 我去 默泳之眼 我这么疼吗 我去 我去 这是什么东西 我这是 救命啊 我不要在这里面玩了 这是什么鬼 苦力怕呀 吓死我了 还好之前 游戏开游戏之前 我把死亡不掉落开了 否则真的是 我要走 对不起 打扰了 打打打打 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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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们第一步先安家 你们 不能太狼狈 我们第一步先找一个 水草风貌 你们 我玩游戏比较喜欢 先安家再探索 这个位置太可怕了 我天 先走 先走 这看起来应该是一个 地下迷窟 然后里面有非常非常多 奇怪的东西 哎 我的天 吓死我 这里全是陶土地形 有没有一些正常的地形 不行 我要跨海 这个地形太吼 因为我这个滑板 应该是可以在水中 看过回落未来 同学应该都知道 当时主角在第二部当中 就有一个悬浮板 就是它可以在水中 或者在空中 距离地面 有一定的距离 可以这样滑行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 我先第一步先安家 你们 这一期的视频名称 就叫做 小枫的寻找家的故事 肯定同学又要说了 哎呀 小枫好怂呀 竟然不敢探索那个地道 太怂了 不管怎么说 对吧 我反正 就是要在这里先 寻找一片 适合安家 哎 前方我看到了 这片 哇 久违的绿色 我怎么这么喜欢这个绿色 好的 好的 哇 这片区域看起来不错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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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哇 久违的草方块 哦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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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还有一个可以下去 有好多鸡 嗯 这个位置 可以 可以 还行 这片地形虽然不大 但是看起来还是挺安全的 来 来 来 这是 树腰 哇 哈喽 看起来 树腰还是 非常友好的 杀人风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啊 好萌啊 哇 这个加了萌没萌的吧 怎么感觉都好萌 这边还有矿产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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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那种树腰都是一些正常向的生物 我决定 正常向的熊 这个熊 对 是个正常向的熊 应该 不会对我造成更多伤害 还有猪 哎呀 你既然来搞我 那就 悠悠球 鑽石油油球 哈哈 这钓啥东西 肠子之类的 哇 这怎么这么的熊啊 先把附近的熊清一下 看一下这种地面上 就除过这只 这种熊之外 其他的生物其实都还好 别能不打 嗯 什么鬼 怎么黑了 嗯 啥意思 啥意思 刚才出现了些啥 我们决定就在这里按键了 虽然这个地方也感觉不省安全 为什么又要是 哇 哇 血这么多 哇 血还扑我 我去 死 我去 给我给一片平坦的地方 让我按个家好吗 哎 有完没完 僵尸是什么鬼 我我我我我 就那么打仗 僵尸会放 会放火的 是什么东西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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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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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毒 周围有关 有道 这不 血不单 丢吗 这 中毒三十多秒 哎 哎 什么鬼啊 这 等会外面有人挠我 我先把东西给大家存在 存一下 我家 这不会在挠我家吧 我去 真的假的 哇 这家是在拆我家 这么可怕的吗 这谁说这是一个 非常简单 休闲 懵懵哒的游戏啊 哎 看起来不出去的话 是没法救抢 那就出去干它 嘿嘿嘿嘿 猪杀脸球 哈哈哈哈 小样啊 啊 小样 死了 好 这样应该没有什么奇怪的声音了 哦 我的天呐 这里太恐怖了 好的 呃 那现在小枫的家呢 应该在这里就暂时安保了 我当时我想把这个家先填一填 太太恐怖了 这个玩意儿竟然会怪我会拆家 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小僵尸 我对对对 他打压斩跑 哎 来 死 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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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那现在白天了 这僵尸全部去被烧死吧 哈哈哈哈 今天我怎么安家 怎么感觉命途多船 这种东西可以开啊 传奇战力品包 来来看一下看一下 好东西 哎 迁速升级套剑 墨影珍珠 附魔术 好过我也好东西 好的 我们现在总算要开始我们任务的第一步建家 这句话虽然在开局都已经说过 但是我现在还是在属于建家流程当中 咱先去把这个 相云不管先砍一下 要致富先露术 大家玩MC都是多才多艺 都应该很懂的 所以 我现在玩MC还是一个新手小门 很多团队都是古惠奇玩家 所以一些出现的问题呢 大家可以在视频或者弹幕当中 可以替我回答一下 比如这样是不是我的内存不够啊 虽然卡的也不多 就是大概比如说 每个大概三五分钟会稍微卡一下 但是有时候打怪的时候 我如果虽然卡一下 虽然不影响观看 但是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突然瞬间卡死 就是被怪撸死 所以后面需要解决一下 好的 那第一个任务就已经完成 伐木当中第一个任务是去 我看一下 是需要32个项目完成 获得一个橙色的床和蓝色混凝土 这样有了新的床和混凝土之后呢 我之后就可以把我加来建一下 这个蓝色混凝土的话 应该可以抵挡很多僵尸的撸吧 我感觉僵尸把撸木头真是太强了 好 然后看一下第二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完成 第二个任务是需要 粘土块以及杀粒 需要粘土块 我去那需要找 还好在河边 我们在河里挖一些粘土 我现在手的工具是多功能工具 什么都当东西吧 来来来 果然什么都可以录 好 先弄些粘土 需要一些粘土以及杀粒 这是盐块沙子 不要 等等 这个这是沙里堆 还行 就是说只要在海边生存 这应该都是有的 应该也是第一步建价嘛 肯定是教我们来如何建价 突然缓解当年 除一下数据了 好好好 快快快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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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水里面倒是不少 但是需要消耗的时间就比较多了 每挖上两三块 我又得上去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安家的位置 这个位置真的是特别特别好 什么都有 好 这完成 然后 I'm down here 我在这里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任务 看一下 完成 获得一个 武装袋包以及64个沙子 武装袋包里面会有啥 会有新的武器吗 我先把这个熊先干掉 他在这里已经对我虎视眈眈 一直想来搞我 什么东西 他竟然还会丢东西过去 来 我看一下这个M包 武器包里面会有啥 人者夜行一 史莱姆骑士靴子 获得盔甲韧性 好东西 人者夜行一 看一下 加6挥甲 比我的统帅熊甲要厉害一些 然后这个是加盔甲韧性和挥甲 同时他这个是紫色的是可以用来升级 急破 有急破和速度的效果 哇 爽 可以 然后我的有移速加成 哇 忍者之靴 然后现在身上有个橙色的床 所以一旦天黑之后可以把床直接放到地上 也不用担心自己暴毙于荒野了 好棒吧 好 下一步 看看 之后是需要工具装备台以及模具加工台这两个 这样有生鱼 鱼条生菜节 这个工具装备台是需要空白模具以及工作台 这空白模板是啥 我去 两个云杉 以及木棍 云杉木板 附近有没有云杉啊 哎呀 我之前的生存那个地方是有云杉的 这样吧 我们可以使用游戏当中非常地图自带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传送大法 传回出生地 然后用来那个 录几块云杉过来 这就是我们家的位置 然后我们传送回之前一千米外 这里会有云杉 之前的云杉 弹一些 就不能用普通的橡木板吧 真是的 你看他每隔上五六分钟会稍微炖一下 虽然不影响游戏 但是看起来不爽 非常不爽 本强迫症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强迫症 反正我玩游戏特别强迫症 虽然很多同学老是刷 哎呀小峰你超强迫症啊 能不能把什么什么什么 换一下 但是我其实觉得挺好的 对吧 好 现在就把这个云杉木呢再录一录 它应该是需要不少的云杉木板的 好 我们就返回之前的位置 之后看一下这里该怎么做 两个云杉木板加两个木棍 毕竟我们要在这里复现生存吧 我先做几个箱子 怪我应该不会去那个啥 开箱子吧 原来从一些基本的杂物 这个游戏当中 东西好多啊 我的天哪 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 没见过东西好多 一二 空买魔板 你怎么油来了 油是你好烦呀 哇哇哇ером 张牙舞爪的 它会掉一些奇怪的东西 强化合金 为什么一只熊身上会掉这种奇怪的东西 你再逗我 来 把熊肉严放进去 这个回头 食物不过也是需要考一下的 工作台狂魔上线了 来 然后把这个上面一个工作台 下面一个这个 好 工具装配台完成 之后还需要一个模具加工台 模具加工台 它是需要项目木板和合的 好的 来烹排模具加一个木板 好的 模具加工台完成 好 这样的话任完成 刚才我好像摁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怎么整个界面怎么变得和之前不太一样了 到底发生一下 有同学知道没 好 那现在看一下任完成 这边可以获得16个鱼条生菜奖 What 哎 好烦你 真的太烦了 为什么还会喷火 我去 你这 这是啥熊 我去 怎么还会喷火 我去 这是魔化熊 我去 吓死我了 还被帮我家烧了 你妹 啊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这熊为什么会喷火 你再看我 还在盯着我看 看什么 看死吧 这就太可怕了 我天呐 还行 这个熊虽然比较乖 但是还是受死吧 行 然后完成 我现在就拿到了这个 这个武器以及生菜卷 这样食物又不会有太多问题 来来来 你给拿上 熊江有奇怪的熊爪子 这个叫做 对 熊爪 然后我拿了个生菜卷 这个营养价是蛋白质和蔬菜 我的营养现在 蔬菜狗 但是其他还行 毕竟一只系统给的一些食物嘛 比较适合于生存 好的 然后看一下这个 这个应该又是一个新的魔剧包 我看它 应该是武器包 果然 阿迪特 阿迪靴子 盔甲韧性 以及巫师护腿 四护甲 可以 没有的黑道师护腿强 那不要 加工台我现在就放在我家外 我觉得 之后我可能要在这里 攀搏科技 模具加工台 以及 这里可以做模具 我这不是 这不是降魂里面的吗 然后这个是工具装配台 就是可以对工具进行装配等等 做一些什么大剑啊等等 好 这两个已经做好了 下一步它应该就 叫我们来做新的武器了 之后应该是这个 需要水泥 来获得胶黑玻璃 水泥是需要白 沙子以及沙利来合成的 64个水泥 我去 怎么 隐形 我去 这 不是 随着难度的提升 这 这个游戏当中的怪物 已经变成这样了吗 为什么还会隐形 又是这 隐身熊 我去 不是 魔化了吗 不单单会土火 会土毒 还会隐身啊 哎 这又咋了 我去 熊变黑了 我天 哎 我要死了 我去 吓死我了 我去 哇 这些好恐怖啊 我还是在家里喝东西吧 我在家里要喝一个 好的好的 刚才好像有个小bug 就是 没法把物品 从物品拿出来 现在可以了 我现在还是那个啥 我还是在家喝东西吧 在外面喝东西 真的是 太恐怖了 动不动出现一个奇怪的东西 来放过碗台 首先看一下 中间是黏土块 然后四个角是沙粒 应该是 四个角是沙粒 然后 上下左右是沙子 这样可以合出水泥粉 对没问题 只需要几个就够了 我这边挖都会挖都 但是 我觉得材料应该是多多益胜 因为感觉上 后期应该这些沙粒沙等等的 包括黏土光 应该都是需要很多的 好 现在够了 看一下任务啊 现在任务当中是 这个 就是 水泥已经够了 这样可以获得32个焦黑玻璃 既可以用来搭建 野链厂 多结构 同时也是美观的建材 焦黑玻璃完成 好 那现在左边这一片 有关于生存的就完成 之后就是 是需要做野链控制口 以及野链炉排叶口 我们要走工业路线了吗 右侧这边当然还需要一些 模块化的合金钉 这样可以获得新制容器 这个合金钉看起来是需要 涅矿 铜矿 以及红石财南盒的 我现在它需要64个 所以下一期呢 我可能要去下矿 而这个东西是个啥 工作核心 然后它是需要有 机械外壳和合金钉的 也就是说 要完成第三的话 这个区域也是需要 所以下一期的话 应该是一期下矿关 这一期 不论怎样 我们现在已经是把自己的家 做好了 同时外围的床啊 包括合成的工作台 包括箱子等等 全然已经做好了 安家的位置也已经找到 看起来还算不错 好吧那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 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大家如果对这个视频当中有什么意见的话 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比如说该怎么玩啊 该怎么发展等等 都欢迎大家来留言 我这边也会继续给大家做的 好的那本期视频就是点赞过一万 那我们就去更新 下一期应该是一期下矿外加 于工业锻造的实况 行 那我们就是下期再会了 嗯 大家 拜拜 更多精彩视频 搜索逍遥小凤 如果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